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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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战至黄昏 第三十一军团阵内右翼被敌军突破 孔丛中命令 第十七师补充团团赴 共产党人杨法镇带领一个营 绕至敌军侧后 袭扰牵制正面敌军 他是为了减轻涌集成的压力 带了少量的人去冲到敌人的包围圈以外 到一个上高势的地方去骚扰敌人 分散日本人的进攻的力量 经过数日激战 阳法镇所带的营已不足三百人 8月15日清晨 日军调集一千二百余人 兵分三路 向阳法镇设防阵地发起了围攻 兵力比他们多得早 那武器也是很厉害 结果他们这个我父亲领着以后 就跟敌人顽强地在那儿拼搏 战斗里三个多小时 三个多小时 有些暂时也受伤了 我父亲坐腿受伤 暂时要把他弹下来 他拒绝了 杨法镇对战士说 我过了黄河就没打算回去 临终前 他用鲜血在被打烂的衬衫上写道 我自愿战死沙场 去战斗以后 日本人发现父亲是自回馆 这个霍里对着他 结果除了退步以外 胸部活坐在三处手上 这次就牺牲了 这是杨法镇随部队过黄河前 与家人拍下的一张照片 照片中的这个孩子 正是杨法镇的独子杨健 当时夫妻俩相约 共同战斗 由妻子方向之 先把幼子送回西安 然而告别成为永绝 杨法镇西城时 年仅33岁 西安艺俗社 编写现代琴枪戏 血战永迹 并于当年公演 当时这个部队 就给我母亲送了 一千二百块银员 说是给我母亲 干嘛对吧 生过费 1939年暑期 26岁的方向之 揣着丈夫的抚恤金 带着五岁的儿子 回到杨法镇的家乡 兴平县 在渭河之滨的草堂寺 创办下了一所 以丈夫名字命名的 法镇学校 解放后 方向之 把这所学校 无偿地交给了地方政府 1957年4月 西安市人民政府 将杨法镇遗骨 由中条山 迁回陕西 安葬于西安南郊 烈士陵园 在杨法镇牺牲的当晚 日军见主阵地 九孤不下 分兵迂回到我军侧后 一夜间 占领了西摇温 万顾寺等阵地 使永济守军 父辈收敌 孙玉如 急调由铁军支撑的 李正熙教导团 收复师弟 教导团三营营长张锡文 率营很快收复了万顾寺 但在逆袭西摇温时 陷入敌军包围 品杀一昼夜后 张锡文及全营三百余人 壮烈殉国 张锡文守的那个位置 叫个西摇温一个村 必须守住 牵制住敌人 你不守住 大部队就不能转移 因为已经腹背受敌了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张锡文呢 在没有得到 让他转移的命令之前 就是死守 一直把一个营的人打完了 孙悦最后平 这个张锡文第四二就是 绝拱身卫 他在战略上 死灵不过去 一个暂时从这边过去 那你用机要打 大部下来就进不到中小山 到了八几年 那个修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 才挖出来那个 那个很多实体 最后才查听 这就是死在这个西摇温的 这个张锡文赢的 1984年 张锡文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追认为革命烈士 1998年8月 永济市政府 为牺牲的烈士 举行了攻葬 8月17日 日军包围了永济城 景一旅一团团长张建平 带领全团官兵 坚守城池 下午5时 日军冲进城内 双方展开巷战 一个小时后 永济失线 除团长张建平等 少数人幸存外 守城官兵 大步殉国 王军就交交 用他们团的 阶王人的军须 踩着各式 他那个不治地对面 有个大在地区的西南角 修了个纪念灵园 这个灵园当时 大概有二亩级大小 修得很大 据当时而讲 在灵园门口 有一幅队里来 一幅写的 画有苍苍 黄活泱泱 这边写的 烈士之风 三高水长 李振熙教导团 在寒阳镇 整整坚守了 七个周夜 才奉命撤离 永济之战 是孔丛昭所部 和日军初次交手 以伤亡 四五百人的代价 奸敌千余 首战告捷 此意更是打出了陕西军队的豪气 为中条山的整体布防 赢得了空间与时间 1938年11月 第三十一军团 改变为第四集团军 孙玉如任总司令 下辖第三十八军 和第九十六军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 中共陕西省委 在国民党第四集团军 第三十八军 赵寿山部 成立地下工作委员会 从1938年2月 至1944年4月 共举办了五期教导队 培养了约两千名干部 其中发展党员五百余人 他的三个团 两个团的团长是共产党 他的九个营 有七个营的营长是共产党员 那连派长就更多了 所以他们 当时的军长赵寿山 对这个部队要求也很严格 共产党有三大 纪律八项主义 他呢有三大禁令 对此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赞扬 他说这一时期的第三十八军 名义上是国民党编制 实际上该部的地下党组织 是按照党的路线 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的 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 第四集团军自上而下 军纪严明 禀赴渔民 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在军民末期配合下 第四集团军运用八路军的 游击战术 充分发挥山地作战的优势 先后粉碎了日军 数次扫荡计划 日军也因此将中条山 成为华北战场上的 盲场 沈云如很骄傲的一点 就是他自己写的文章就说 我在中条山守了两年半时间 日本人用各种手段 居然没有 一直找不到我的司令部 我父亲在总结这个 为什么部队能在这坚守 这么长时间 他总结出来两点 一点就是上下同域者 胜 就是上下能一心 同域 就是相同的目标 愿望 再一个就是兵服御民 就是我父亲当时在山西的时候 他这个部队军纪 是抓得比较严的 对老百姓好 另外呢 因为老百姓那个盐那个位置 是被人家 日本人占着的 结果我父亲就派人去 把这个盐田抢回来 然后给老百姓把盐分着吃 1939年6月6日 日军经过周密准备 集结了第20师团的全部兵力 又配属了第37师团 步 骑 炮 各一个连队 以及由38架飞机组成的 飞行大队 兵分九路 对第4集团军防区 发起了第6次扫荡 进攻的重点 是驻防在漠南镇的第96军 仅仅一天的时间 日军就突破了第96军防线 将第96军和第38军分割包围 目的是将这两个军全部围歼 而为日军认为 战斗力相对较弱的第96军 首当起冲 危及关头 独立第46旅旅长孔丛舟 组织本旅部队从敌人正面突围 并一举歼灭了敌人两个炮兵中队 和后方医院 这一出其不意的行动 打乱了日军的部署 使第96军绝处逢生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 当地百姓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六六大事变 鬼字兵三万 九路来进攻 犯我中条山 山军孔旅长指挥真漂亮 东车村消灭炮兵团 光辉石可赞 孔旅长的功劳 从此天下传 在这场战役中 孔丛舟是立了打工的 就是他这个逃出去 跳出包围圈 在外头歇兵三千日 养精虚热 然后再杀回来 和这个平路瑞城 咱们的这个主力部队 形成一个内外夹击姿势 最后打败了他们 这次战役 后来被称为六六战役 是第四集团军 在中条山守备战期间 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第四集团军 歼敌数千人 锦日军 在运城盗王会上的骨灰罐 就有一千七百多只 但第四集团军伤亡官兵 也达八千余人 许多三秦壮士 在被逼入绝境时 宁跳黄河子 不做亡国奴 场面极其悲壮 这个资料啊 其实就是日本的 第三十七师团 当初在近南作战的时候 它的战史上面 记载了当时日军 与中国军队 在黄河岸边 的击战 中国军队的士兵 就在这个时候 遭到了日军 轻装甲车部队的棋息 在这种袭击之下 他们开始退向断崖 并且从断崖上跳了下去 可以看到无数的士兵落下去 就像是翻滚的石头 嘴边的沙地上 到处都是倒在那里的中国士兵 也有被浊流所吞没的士兵 总共的数量在两百人以上 我们记载陕军 当年被日军逼到悬崖边的时候 跳崖迅国的 达到八百人 但是是在分别的 几个不同的地点 在山西省平路县 洪池乡西正村 矗立着一座 特殊的纪念碑 它的名字叫厚死碑 碑的两侧 刻着二十八位烈士的军阶 姓名 年龄和籍贯 其中有二十四位为陕西籍 他们的战斗事迹 就发生在这场大战期间 当时第九十六军 第177时 从山西平路出发 攻打军事要塞 毛金杜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间隙 卢松轩营长带领战士 为牺牲战友 立下了这块碑 那就是说我要跟着要死掉的 我还要我现在活着的人 我来立一个被我纪念前面牺牲的人 六六战役后 全国媒体均以第四集团军 在晋南诱惑大捷进行报道 而西安的新闻媒体 则代表观众百姓 发出了真诚的感叹 西北整个德意安定 接赖我第四集团军英勇将士 在黄河北岸艰苦支撑所赐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魏立皇 亲临第四集团军慰问官兵 并圣赞陕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八个月之后 日军向中条山发动了西一轮的大扫荡 这场后来被称为望远会战的战事 最终以日军半数倍奸 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大捷而告终 战营刚胜利不久 赵首帘将军给家里报平安的时候 我祖母就给他说 大孙女出生了 老将军很感慨 也很兴奋 为了纪念在望远战役中 伤亡的近万名 陕军抗战英勒 他就给自己的大孙女 就以望远镇定为名 起名叫望远 1940年8月20日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 朱德 彭德怀 殿氏孙宇如配合作战 第四集团军各部轮流出击数十次 积极配合八路军作战 也使中条山防务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 打破了日军进攻的态势 第四集团军卓越的战功 以及与八路军默契的配合 让国民党顽固派忧心忡忡 1940年10月 蒋介石命令第四集团军全部撤离中条山 转为首位郑州到洛阳之间的黄河防务 在首位中条山的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 第四集团军运用游击战和阵地战 先后粉碎日军十一次扫荡 牢牢守住了中条山 伤亡两万余人 其中大部分是陕籍老兵 他们为保卫大西北 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 可以说是孙岩如带着陕军关中子弟 在黄河北岸租了一档血肉长城 成练 两万多人的事 成为血肉长城 把这边硬是当的 但是不惜牺牲 保卫防 然而令国民党顽固派始料未及的是 第四集团军 离开中条山不到半年 1941年5月 日军华北方面军 第一军司令官小种一男 指挥六个师团 两个独立混成羽团 即尾军一部 共十万余人 在第三飞行集团 和日军华北方面炮兵制式下 采取两翼前击中央突破战术 进攻中条山地区 这一次 驻守中条山地区的中国第一战区部队 近十八万人 在二十天内 全线失守 七万七千官兵离难 当时被软离在重庆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魏力皇感叹道 要是第四集团军这根铁柱子还在中条山就好了 时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胡宗南 在西安 请孙玉如 孔聪州两位 第四集团军将领吃饭 刚从中条山 带回西安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所属第八十军军长 孔令寻做陪 胡宗南 对孙玉如 孔聪州说 你们在中条山 打得不错 坚守了几年还好吗 接着对孔令寻说 人家在中条山打了三年 你三个月不到 就丢亏弃甲 胡宗南 又问孔聪州在孔门是什么辈分 孔聪州回答是祥子辈 祥子辈比令子辈长一辈 胡宗南解嘲地说 还是老子比儿子厉害 王骏 梁西贤 两位陕级将领 牺牲于这场悲壮的中条山战役 王骏 陕西蒲城人 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 当大批日军在飞机重炮的配合下 向第二十七师阵地发动猛烈进攻时 王骏指挥全师官兵坚守每一处阵地 绝不撤退 并发出激昂誓词 为奸敌持耳 何面目见人 军人不成功 变成人 当于诸军 死死 全师将士 奋勇抵抗 与日军展开肉搏战 王骏牺牲在战场上 王骏牺牲后 副市长梁西贤继续指挥作战 以掩护向南突围的部队渡过黄河 看到日军潮水般涌上来时 梁西贤宁死不肯被俘 跳进黄河自尽殉国 1987年 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骏为革命烈士 2014年9月1日 民政部公布了首批300位著名抗日英列 陕西级的有五位 王骏位列其中 与王骏同批公布的陕西省 陕西级冠英列分别是 包森 张有青 崔曙光 和石家植 1942年2月17日 时任冀军坟区副司令员的包森 在尊化境内与日伟军仪不遭遇 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胸部重担牺牲 终年31岁 包森的遗体经过三次转移 最终被安葬在尊化县一处叫做万人仇的偏僻山岭上 直到解放后 由河北省政府签至华北军区烈势陵远 包森牺牲三个月后 曾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长的崔曙光 于1941年10月被调派中共山东分局工作 辗转富人途中在河北武安设县一带 遭遇日军的无一大扫荡 被敌军包围壮烈牺牲 年仅三十岁 1942年5月25日 岗村宁次组织了对近东南地区的扫纳 中共央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途中 在山西辽县十字岭 被日军四面合围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在指挥作战中壮烈牺牲 时任北方局秘书长 兼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的张有青 按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方案 掩蔽设备清理文件组织动员 突围开始时 他将战马让给了体力布置的女同志 自己在日军搜山时被俘 在山西太原集中营 受尽折磨的张有青一直保守着机密 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 张有青曾在给大哥的信中写道 日寇进犯 盗祖治病 将燕儿寄养友人出 准备随时血砸疆场 入集中营一个多月后 张有青因病去世 年仅38岁 石家职 山西复平人 随八路军东进支队到济南后 任济南军区政治部迪工科科长 1943年3月 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最终英勇就义 十年 二十五岁 在石家职牺牲的同时 远在江南的西四军 第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 在江苏淮音北部的刘老庄 遭到日伪军一千余人的包围 四连的82名官兵 拒绝了日军的劝降 坚决抵抗 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 毕伤一百七十余名日伪军 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这82位列士中 大部分是陕西籍 新四军秘书长黎一芒 为他们提携晚联 由陕西到苏北 敌后英明传八路 从拂晓 打黄昏 全连苦战 殉刘庄 后来新四军第三师 重建了四连 并将四连命名为 刘老庄连 在三秦剑而浴血前线的同时 在西北大后方的土地上 人们以各种方式和行动 支援着全国的抗战 而此时的他们 还骚受着 自全国抗战爆发以来 连绵不断的日军空袭 全国抗战爆发后 陕西作为坚持抗战的后方基地 大量的人员 物资从前线迁往陕西 同时 陕西又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 日军为了破坏中国的抗日有声力量 对三秦大帝进行了长达七年的狂轰滥炸 轰炸范围遍布全省55个县市 1937年11月7日 陕西首次遭受空袭 门户同关首当其冲 六天之后 西安上空响起了炸弹爆炸的巨响 七年时间 日机共出动3789架次 向陕西投弹 13610枚 炸死炸伤1073人 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共遭受了日军的轰炸17次 投弹量达到了1690枚 日军的肆虐行为 并没有摧毁陕西军民的抗战意志 相反 他们以殊死搏斗的决心 投入到抗战的行列 抗战期间 陕甘宁边区 先后有三万青年 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保安部队 仅延安县和延安市 先后参军的青年 就占据了当时 县市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国统区 国民政府八年间 征兵一百余万 当时陕西的人口 不到一千万人口 九个人就一个人 这个在全国比例是比较高的 八年间 陕西人民年负担均粮 二百五十六万单 纳粮数及人均负担均超过了全国其他省份 在陕甘宁边区 农民每年缴纳爱国公粮十几万单 这对贫瘠的陕北来说十分困难 为支持长期抗战 边区政府大力展开经济建设 实行减租减息 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的号召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 毛主席对边区的贡献 预了高度评价 他说 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 只有一百五十万人的陕甘宁边区 却养活了十万工家人 陕甘宁边区 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政治指挥中心 八年间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了全国模范根据地 鼓舞着人们与日军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为了坚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为了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政权 为了争取团结中间势力 党中央于1940年3月6日 发出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 明确规定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 在人员分配上 应规定为 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 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 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闪甘宁边区首创三三制 以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将民主政权建设 推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 在民主政权建设 解决民生问题 推行普及教育 减租减息等多方面 起到了标杆与示范作用 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闪甘宁边区全国人民做了榜样 人民看到了希望 就包括海外的华侨 陈嘉庚 美国的记者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武官 到阳岸看了以后 都评价很高 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 这是当年美国记者在延安 拍下的一张照片 1939年 在时任第115师工兵主任 王耀南的设计指挥 以及边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延安机场 仅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建设完成 边区精神由延安传向世界 按照周副主席那个 打开这个空中的通道 这个北边对苏联 这个南边对这个 这个国民党的讲统区 这是很重要的 当时有很多美国代表团呀 你说要是从路上来 又是骑毛驴 又是经过日军的这个占领区 那也是要打仗很危险的 机场修通了以后 他坐飞机他就比较方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陕西人民的抗日热情始终高涨 纷纷捐钱捐物 组织慰问支援前线 各种干部青年培训班 也在陆续开办 不断补充着抗日力量 并宣传组织了大量民众 抗日武装 对日作战 全国八年抗战期间 八路军留守兵团 与留守的国民党军 共同协作保卫核防 对日伪军作战七十余次 见面日伪军近万人 确保了千里核防 固若金汤 张宗迅 陕西卫南人 八路军第120师358旅旅长 多次参与指挥进西北 冀中的反扫荡战斗 1938年 张宗迅果断抓住战机 指挥部队在五台县之 华石片地区设服 一局全间进犯舞台的日军主力 瑞野大队五百余人 随贺龙挺进冀中 返回晋西北后 在1940年的民域镇战斗 又全间日军村上大队七百余人 使日军再不敢 以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 远离其据点外出扫荡 张宗迅参与创建的 晋随抗日根据地 也成为了陕甘宁边区的屏障 李达 陕西梅县人 抗战初期 任八路军第1290参谋处处长 参与组织实施了 七根村 黄崖底 长生口 神头岭 响唐铺等战斗和太行军区 反六路围攻 近东南 反九路围攻 1938年12月 任第1290参谋长 协助刘伯成 邓小平等指挥 湘城固 此武射林 白进铁路迫击战等战役战斗 和百团大战 并参与创建 禁忌域 忌南 太越等 抗日根据地 1943年10月 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 领导太行区军民 反击日军扫荡 同时 进行大生产运动 和精兵检政 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 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仅1944年 礼达就指挥太行军区部队 作战四千余次 毕商服日军两千余人 毕商服伪军一万余人 1945年1月至8月14日 至日本宣布投降前 礼达指挥太行军区部队 发动稻清安阳战役 兼免日为一万余人 收复国土四千平方公里 解放人口一百三十余万 在正面战场上 陕西米之人杜玉明 自抗战一时就率部参战 在长城抗战 松湖会战表现卓越 1938年升任第五军军长 一年后 杜玉明指挥部队血战昆仑关 重创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 第21旅团 击毙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 1942年 进入了古北口台儿庄战役 武汉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等战斗 数度负伤 抗战胜利时 刘玉璋任第五十二军第二十师长 率部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一直被陕西人视为家乡军队的第四集团军 在转战河南后 三年间坚守河防救济灾民 并在霸王城 广武战役等战场上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河南打仗的时候 有了好多人上班人 飘落在黄河 非常地大 所以就是我父亲就立了一个碑 用自己的薪水立了一个碑 再也建了一个陵园 郑州黄河之宾的盲山上的纪念碑 重建于一九九零年 鲍国亭和抗日烈士千古 铁骑崔强敌 碧穴院交华夏土 担心鲍祖国豪情当化 大和韬的晚年 是孔丛州八十三岁时提写的 碑文唯唯叙述着生者 对亡者的追忆 三十年冬 本师奉命 迎击亲战盲山投底 日夜敖战 寒暑旅庚 期间 我官兵浴血熟土 捐躯报国 前赴后继 日月增光 紫尾调位英魂 表扬先烈 爱异地 全藏中古 以后死 应有之一一耳 这份答案呢 共有一千多名烈士 这些烈士呢 年龄最大的44岁 年龄最小的呢 将近15岁 其中有一位西藏的15岁战士呢 西藏的时候 已经是一位 抗日战场上的班长 他们牺牲在 陕西和陕西以外的 抗日战场 设计呢 12个省份 比如华北的内蒙三喜 华多的上海江苏 华多的湖南湖北等等 1945年1月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在往 在中国战场上 为了整顿 玉香贵战役后的溃军 国民政府 重新编组军队 调整战区 将全国 划分为九大战区 7月 孙玉如 被调离第四集团军 升任第六战区 司令长官 1945年8月6日 9日 美军 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 投下原子弹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 出兵中国东北 同一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发表 对日后的最后一战声明 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 立即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与盟国一起对日本进行最后的决战 10日 10日 11日 朱德总司令向八路军新四军 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七道反攻命令 并宪令敌尾向中共武装缴械 迫使日卫军 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 日本御人天皇通过广播 发表中战诏书 宣布无条件投降 孙玉如被任命为第六战区 受降主官 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投降 并全权处理第六战区 受降事宜 就在他即将前往武汉 受降之际 从家乡陕西 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母亲就长途电话打过去 说祖母不在了 她当时难过得很 她就等于是带着笑 接受日本人投降 1945年9月18日下午三时 孙玉如在汉口中山公园内 接受金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 刚部执三郎投降 这是当年孙玉如亲手提写的 受降纪念碑 民国34年9月18日 玉如封命 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 刚部执三郎大将 率21万人 签降于此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孙玉如提 孙玉如的部下赵寿山 孔丛舟等部 在解放战争中 先后起义 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而孙玉如本人 也最终拒绝前往台湾 与昔日的部下一起 为新中国的建设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9年 孔丛舟与毛泽东主席 结为儿女亲家 在十四年艰苦卓绝的 抗战历程中 三亲儿女屡次挫败 敌寇进犯 他们东渡黄河 置身华北 华东 中原等抗日前线 与全国人民并肩作战 表现出坚韧不拔的 抗战精神 书写下捍卫民族资言的 壮丽篇章 他们秉承着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 泥然不可轻武的大义精神 舍身赴死 前赴后继 为国家和民族 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 他们的英勇壮举 已镌刻成民族的 集体记忆 激励着中华儿女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都将披荆斩棘 永远向前 永远向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